據說就是媽媽留給他們的 最後的愛心 把收藏多年的手勢全都捐出 只是一個單純的信念 健康的話你這些錢都用不上 可是不健康的時候你就需要 你腦筋要想一下就是說 沒有用 其實你這黃金放在家裡有些什麼 相信這是把媽媽留下來的愛 用在更有用的地方 住在台北的姐姐也不落人厚 再住一臂之力 坐上去我可以不用擔心 我的腳不舒服 我的腰不舒服 或哪裡不舒服 下次就可以幫助他們 到他們我就很開心 經過了這幾段參與 參與的人越來越熱烈 他們覺得說 這個輪椅是最實際 能幫助到病人的一個器具 所以我們盡量會從裡面這樣壓下來 為偏祥醫院募集新輪椅 發起人方祈輝 一開始是邀約實業家 沒想到身旁的法卿是一一響應 郭碧英和姐姐郭云玉 兩人就捐出了105台的輪椅 有75台送到台灣最南端的平安醫院 特地挑選適合骨科病患使用 即使幫助到這些正在需要 也正需要使用的人 第二個 它也讓實際的這種環保精神 能夠發揮得淋漓盡致 30台在大林慈激醫院 提供患者更優質的就醫環境 中醫的民眾當中 大概有三分之一左右的病人 他是需要用到輪椅 所以使用率高 胎患率也是每年每年 都是有一定的胎患率 不小看自己的力量 點點善心的匯集 造就更美好的社會 大安新闻真善美之公 綜合報導 三分之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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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